苗栗县政府首创节电结合包租代管系列推广活动 11月22号到11月19号 每个周末都会举办四场全力节电动起来 包租代管乐透透 18乡镇市巡回快闪 并且结合抽奖活动 澎湃大理有智慧型的手机还有电视等 要邀请民众踊跃参与 苗栗县首创节电结合包租代管推广开跑 提升住宅用电效率也照顾若氏安居 有了这些好的政策 那我们可以落实 然后获利的就是我们自己苗栗的乡亲 那么我们今年度的计划中 也纳入了所谓能源若氏的关怀 进行用电的一个建检 不要这个租到了以后 这个电线老旧走火那些不得无常事 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些老旧家电的太旧换新 系列活动18乡镇市巡回快闪 10月22号至11月19号 每周末四个场次 现场结合抽奖 县长许耀床也摸彩揭智慧型手机 奖落哪乡镇 大胡 大胡乡 大胡竹南头份将可抽最大理 县长也加码铁粉奖手机再加一 而优化能源使用效率 落实居住正义 县府也向下扎根 结合校园这边也会进行30场的这个 校园节点小教室的一个宣导活动 那我们也特别去关怀弱势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结合社会单位 社福单位 然后去关怀弱势 比如说像独居老人这一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那去做一些用电的见解 那一方面可以希望可以提升 他们在用电上面的一个安全 那也节省他们在用电上面的一些支出 多项计划在校园社区展开 朝向居住安心 节能永续 照顾弱势的愿景前景 明镜 明镜